你的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大的信号 扳扬了一个 哎 他的孩子多奶吃了个小子 我说这温州教的力很差 过了温州思念 一虎一席谈 争论更加精彩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频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晖起全球智慧 彰显全球荣耀 第八代所打 荣应二零一CCTV年度车型大奖 新开发碰撞测试超五星成绩 二经现代 对于什么是好的东西 我 我觉得啊 在别人都容易忽视的地方 你多加一点在意 你完全可以不干 但是你干 你要干 就把它做好 做得好 才是好 文君九 换一个角度看风景 星期三 凤凰卫视中安台 怎么样能够 当他所说的 把蜀道南 南云上 今天到民间的资本来 进入这种合法的这种金融体系 现代人讲说 已经开了第一枪 要对这个垄断 那就是金融的改革 也就在温州这一点 你对温州的金融改革来讲 我相信你是抱一很大的希望 当你看到的这温州是 金融综合改革的12项的主要任务 你觉得是不是就像 你心目当中的 你可能认为说就是把整个市场当中 变成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最好的手段 首先在温州一个区域里面 允许它四点 实际上是杀出一条血路 磁开一个口 只有这样 才能让民间资本 进入到一些新型的一些金融领域 比如说 川振银行 小额贷款公司 尽管这个条例 我们也不尽很满意 因为它有些四点就没有利路 包括它没有很 允许民间资本去筹建 就是民间的银行 它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 也没有利路市场化 那么的四点 那么我们俩不是很满意 但是有这样一个 我认为已经很不容易了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这个开放的点 这个能不能像你刚刚所说的 杀出一条血路 还是有人觉得说 它可能只是换汤不换药 会轮于一个空谈的江兵 我觉得这个试点是鸡肋 没啥意思 因为这个上面规定的 法令允许的要做的 它已经有了 它早就本来就有了 早的有了 它无非把十二条给框到一起好开点 这个里边 我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设了个村庄银行 现在是让银行入股20%以上 那个民企是不允许你自己 去走研银行的 你这有什么意思啊 你就发到那边 我打断一下 在四点里面 你看十二条里面 刚才没有这条规定 它是允许民间资本发起和参与 村庄银行间 包括了发起 我专门用人民银行 专门下来村庄银行管理条例 里边是村庄银行 必须有银行进入 红路有20%以上 你的村庄银行被预服从那个 然后耽搁 自然人坏法人 不能超过10% 温州有可能是要突破利点 温州有可能要突破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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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就是要四年 就要打通线性 温州要突破 温州那个十年我知道 他要十年 你再挑递就出了 温州的重点稍等 你们四个再说四口相 这观众听不清楚 最重要的突破那点是什么 是吧 温州先来补充 温州这个试点之所以有意义 对对 就是要打破 所谓20% 因为什么呢 他这个我我银台会同志跟我讲 明确讲是分两步走 第一步就是表现好的 以前业绩还可以的 有资质的 可以组建 村镇银行 这个是以民间资本为主 没有说必须得国务银行 参加20% 不是不是 他是说小老贷款公司可以转化为 对 村镇银行 也可以 村镇银行 你还不去服从国家颁布的村镇银行 管理条例 这一点咱们快来看 这里边这个神经病 里面没有表 说你你可以统拨20% 不啊 我觉得绝对不是鸡肋 咱们现在说这个改革 现在他的文字哈 不可能写的非常的有突破性 非常有突破性哈 但是你要想他在这个时点上 为什么在这个时点上要出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国家整体的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大的信号 不要从这个理解他啊 你如果说的仅仅是按照他的条文 他条文哈在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中他不可能写的太突破 但是他的举措本身就包含着很多的突破点 我我觉得他那个有一个说法叫依法 依法就是依现有法律 所以他没有突破 这个这是不可能突破的 你不可能违法去设立 是吧 你依法 我要说 我觉得四点条例模糊很多人提出批评 实际上这模糊是个好事 正因为模糊才给了你世界的空间 才能够让你温州市政府大胆的去做 你能够按所有按照现行法律去做 那你要四点干什么 对温州企业的就是 你难道不需要四点 他说你模糊是有钱钱的 你不要春天以后条例在那放了 那不模糊啊 不会 不会我做个合适了 你要相信温州人的智慧 他们就在模糊当中找灵活找空间的 要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他才有活路的 来 听得刚才这样我是非常非常担心的 对吧 你还是可能换糖不换药 可能真正的这个这个核心的这个歧视 还是没有消除 这个保冷没有消除 对吧 因为很多本来就不合理的条件 嗯 这个前提 你还可能 至少隐含还存在 那么这东西能不能够进一步清晰化 真正是意识同仁 公平竞争 这点呢 我觉得希望就是说 同个温州作为实点 这也是个机会 能够真正的一个突破 好 谢谢来 你刚刚讲说这包括金融金融的这个领域当中要留道德的权益 还有包括跑路的企业家 跑路的温州企业家身上也应该有一些道德的权益 有了这场的改革之后 是不是可以减少我们所看的温州多米诺的这个跑路草 是不是有可能阻止他的 这个这一场的改革实际上就是要解决温州的这个中小企业的生存的问题 因为改革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 改革的目的是把大量闲置的资本 利用金融这个平台这个手段把它集聚起来 能够来去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因为中小企业呢是个陆式群体 在我们国家现在大部分的中小企业都没办法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信贷的支持 所以他被迫转向民间借贷造成了他的高成本 所以呢他很难生存 那么金融体制改革就是要把大量民间人们集聚起来 允许他筹建一些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 比如说小贷公司穿政银行 我们温州准备在三到五年成立150家小贷公司 50家穿政银行 那么只有这么多的金融机构去支持中小企业 实际上就能够破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呢 温州的中小企业它的这个利润率比较低 这个主要原因是它自身造成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十亿这个这个仿制企业 十亿条库子能换一个一架波音 比如这个山东的维柴动力啊 其他省业这种情况 一架这个挖掘机 这个部件这么多 工序这么复杂 这么大一个机械设备的利润只有50块钱 那这个东西不是银行造成的 你这个你自己的自身影运力能力不行 你把它推到银行身上 对银行是不公平的 所以说即使你成立了多牛毛那种 中小的这个担保公司 又代表公司 也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他还会像以前的温州 还会像温州以前的商人一样去炒房炒棉 炒草莓啊 不会对这个中小企业有什么改善的 实际上呢 温州呢大家对他有很多的误解 你们那个观点都建立了误解 就是说你看这上面 温州到二月底出走了234家企业 温州总共有多少企业 你们知道吧 温州有40多万企业了 所以这个逃走的逃路的企业 这是很小的一部分 你走了你有40多万家 你走了的就有200多家 就是我想问就是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多数企业是非常小的 可能我家里一个家庭三口栏可能注册六个公司 甚至十家公司 但是我想说的话 大多数是小的 但是走的可能是大的 这是一点 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个 就是说这走的这些 他占有多数银行贷款 占有多数民间的高利贷的融资 就是他走的可能是少数 但是我想他在里面占的比重 可能不是 还有中国的虚拟经济最发达的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温州 所以呢 就是我希望看成一个非常就是 未来的一个非常理想的 非常美满的这么一个结局 就是说金融机构呢 是将资金汇聚过来 然后配置到实体经济中去 但是不是 就是说我做村镇银行 我做小贷公司 我做担保公司 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资金 目的就是完能虚拟经济 我不希望看到这种 并不是说 还有温州的所谓炒房炒煤炒油 实际上在整个温州资本里面 占的比例也是很好的 温州绝大部分人在从事 扎扎实实在从事实业 那么实业的利润 不 是不是完全是营养造成的 一个是国家的税高 税收 我们国家的税收是太高了 第二个 我们的银行是暴利 这两个造成了中小企业 它的利润呢 是非常的少 你刚才说中小企业利润 只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 这么低的利润率 谁的资本敢进去 这个 所以国家要改成中小企业的生产 生产的环境 如果中小企业 如果实际经济的环境要改变 银行要减低 温州这个试点可能出现两个结果 两个非常不好的结果 如果实际经济不改善会出现怎么样 两个非常不好的结果 第一个什么结果 大量的民间资本 还进入到投资炒作领域里 第二个 民间资本赚下资金继续高利贷化 所以说 现在是要解决实体经济的问题 可不是说现在我们现在 温州这个试点呀 实际上是扮演一个什么教堂 扮演了一个爱哭的孩子 多奶吃这个教堂 就在温州教的厉害 然后喝哭了温州 其他的地方都存在 不会你先等一下 不会你先等一下 你再说的话 你会让德文哭的 等一下 来自裁 我们现在老是 就是我们经济学家 老是在就事论事 我说什么意思 刚才我上了 温州这个改革 是整个国家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先锋队 一个发令枪 因为从这个角度去看它 我们国家的改革 是一个市场化整体推进不够的一种模式 所以必须推进市场化 什么叫推进市场化呢 要减少国有经济占比 一定要国有企业让 要从规模上让 给民营企业创造盈利的空间 要把国家的优质项目 优质资源 给民营企业一点 它就赚钱了吗 是 你说我说的民营企业只有1% 2%的利润率 那哪个银行都不敢进 对 肯定不敢进 你说现在它利润低了 你银行当然不给它贷款 所以我才说这是伪命题 因为它本身你的外部的环境造成它根本就不能盈利 那么资本主义国家 事业有中小企业 那它中小企业跟所有的固有企业 站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 固有企业是像大家一样的 所以呢它是很合理 一切都是我和张才刚才和和教授的讲法 我们之前公平的环境 慢慢大家公平竞争 那都没话说 问题是现在是完全指着一个不公平的环境竞争下 企业的中小企业都是民营企业 全世界的经济都是混合经济 但是混合经济的度数是完全不同的 好 谢谢 来 请说政府监管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政府 将我们有一个偏见 他们一直认为呢 如果我不对你经营监管 可能你就会乱 金融问题上尤其如此 其他市经济也是如此 其实我觉得在很多情况 这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 政府这只手应该收回去 应该把它交给市场 所以呢前提是第一 市场通分竞争的一个前提就先到 第二呢 这个管理应该交给法律 而不是政府 但是政府可以履行它的一些监控职责 好